现在我们来介绍数系 首先的话呢 我介绍的是最简单的一个情况的数系 叫做Natural自然数 自然数的话呢 我老师将它的内容全部都列出来给各位同学看 自然数的话呢 这个大瓜糊代表的是集合的意思 它是由一二三点点点点点所成的集合 它最小的数字是一 那自然数的话呢 它是对于算数上来说的话呢 是最重要的 因为早期我们要数数目字 数羊数牛的话呢 都是一头牛两头牛三头牛 它并没有零的概念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将我们的视野扩充 我们来看看整数 整数的话呢 又比自然数要来得更高更多 它的话的写法是怎么写呢 它的话的整数比自然数多到哪里呢 多出了零以及负的数字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写法要怎么写呢 它的话的是以零为中心 然后右边的话呢 一二三四以上的话呢 这些是自然数 左边它还多了 负一 负二 负三 整数的话呢 比起自然数的话呢 要来得更宽广 那整数的话呢 部分的话呢 我们又再往上来看 有理数 有理数的话呢 比起整数来说的话呢 又更多了 它的写法的话呢 就不如像是自然数 以及整数来的 这么样的简单的写法了 我们就必须要使用的是 集合的写法 那集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是怎么写法呢 首先写一个大瓜糊 前面的话呢 写一个X 同学的话呢 要写X 写Y 写Z 都不重要 你们的话 只要的话呢 后面这个地方 加了一道 来描述这个 怎样的X呢 X所成的集合 哪些X 符合X条件是什么呢 是它可以写成了 P分之Q的形式 也就是说 只要是分数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了 一个分数的形态 就叫做有理数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是有一些条件 我们必须要把它列上去 这个的话呢 P跟Q的话呢 是 它是属于 这个符号叫做属于 我们念属于 属于什么呢 属于 Integer 这个是叫做整数 那 特别加注一件事 这个分母不可以为0 于是的话呢 我们这边还要再写一个 P 不等于0 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大瓜糊 这个符号的话呢 告诉我们说 有理数的话呢 是 一个分数的形态 然后的话呢 整数的话呢 来得更宽广 只要的话呢 是分数 就叫做有理数 那么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 比有理数更多更多的数字呢 叫做实数 这个实数的话的部分的话 来说的话呢 是我们没有办法去 直接的去用形态的方法来写 于是我们在后面的一个单元的话呢 我们将会介绍区间的写法 那综合以上所学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自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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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话呢 是我们所介绍的数系里面 最简单的一个形态 它的话呢 包含于我们的整数 Integer Z 这个符号叫做 包含于 开口 像哪里呢 像的是比较大的 再过来的话呢 包含于 有理数 叫做Q Quotion 最高最高的是 实数 叫做Real 那么以上的话呢 就大概的介绍了 数系 请不吝点赞